本港畫家阿松八月在家人的陪同之下 清晨在美國家裡離世 享年八十五 先由前三年長居樂燦機 喜歡熱鬧的阿松會不會悶 阿松小女嘉珍說 其實生活都挺捨意 在家裡的後花園散步種菜 她和我媽媽在後面種菜 所以我們家常常有瓜菜吃 其實要做是很多事情做 不做也可以 因為不做我們都有圓丁來做 但當運動她經常都說 在後面走公園 在後面動手動腳 做下菜 用來耕田的永利菜譜 取自阿松妻子的名字 閻馬永利 捨義的田園生活令人神往 但原來後院用來散步那條路 都有一段估計 十幾年前我們都計劃好了 以前全部都是草地 後來我們將它外圍鋪水泥 想著我們慢慢試圓散步 不用出街了 就是後花園散步 後來那三年她實現 但原來阿松兩夫婦更加喜歡賭兩手 每個星期五早都回去轉賭場 阿松覺得賭場的熱鬧好似香港 不敢到21點或者台面那些 壓力太大了 只是喜歡那些老夫妻 阿松最後三年依然是隨緣 自己過得快樂之餘 亦都影響了家人和寵物 就算離開了都相愛留給這個家 那隻黑色那隻小狗 因為我爸爸這三年 跟這隻最 close 我覺得有我爸爸走了第二天 他經常在我爸爸的房間 好像很開心地躺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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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眼睛